3 2 1 環保低碳在雲林 全民共駐新綠塵 法庭靠河福林館黃布教所推動的環境 共產生日進市 日式蔡港 日式消費 以及日式旅館 將推動的申告典現給大家看 在全國各縣市推動的所謂的三綠運動 包含綠色採購 綠色商店 綠色旅館 那像綠色旅館這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也辦了表揚的活動 就是說希望能夠盡量減少那種一次性的消耗品 比如說牙刷 牙膏 刮鬍刀之類的 那如果有一起提倡這部分的旅館的話 它如果說因為客人它本身要自備 我們也可以給客人優惠 比如說有優惠100或200元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盡量減省 我們在消耗地球的資源 法庭管理的佩合環保室推動的支持中 日式劉館總共有5斤的飯店 跟民宿也吃加入推動的行列 並且在新高電檔中接受官府的表用 不就在這裡表現 他們希望為環境來盡一分心力 其實對我們飯店來講 整個的費用 包含現在人員費用高漲的話 這個整個費用也是會降低 對於雙方來講都是好處 那只是順手的一個動作而已 若是能夠這樣子達到盡一份心力 我客人也覺得很高興 不管是在消費者還是在我們業者的部分 只要能夠為地球盡一點點小心力 其實我們都應該努力去做的 環保教這幾年透過各種方式 來選擇三個的觀念 環保教長入地府表示 他們希望企業可以受傷來享受 本身的在節水節電方面 就有達到一定的規模 志願回收也達到相當的規模 那通常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會評鑑他達到綠色旅館 我們會給他一個標誌 共有五家的綠色旅館 已經有加入我們這個陣營 那我們還希望就在今年 能夠持續的擴大 從各種的環境集團成功 展現出來的環保教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加入 讓雲林這個土地可以經過美麗 也讓後來可以有一個好的環境 記者人心 藏步道